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 台中是康幸男子因酒后不行返家 途中因不生酒利醉倒路旁 警方巡逻行经见状 邀请康南 好说歹说才说服他回家休息 没想到康南不愿讲地址 远景只好依康南所报身份证 4号查询才辗转得知住处 竟已巡逻车在道向口陪同步行进入 为了康南走到住处前进过家门不入 让远景不禁啼笑皆非赶忙叫住他 系这间啊 迈走错间 台中市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警员 林群父陈姓茂 上周凌晨寻京辖区大庆街时 见36岁康南瑟梭到卧路旁上前观星查看 发现康南身上散发浓浓酒气 已被信誉凌晨落汤鸡状 只是不管远景如何叫他摇他 就是呼呼大睡 过了20分钟才唤醒 一脸醉意 康南表示刚与友人聚餐酒过三巡后 知道不能开车才走路回家 没想到走没多久就晕头转向陷入昏迷 远景说在这里睡会感冒 带你回去 没想到康南表示在这睡又没妨碍到他人 叫远景不要叫他 远景贴心提醒你全身都湿透 在这里睡一定会感冒 我们送你回家比较舒服 浑然不知刚才已经过家门 远景赶忙叫住他 戏这签啊 卖走错签 康南这才往回走 进到家门后 警方在提醒他以后喝酒别再睡外面 以免室温过酒产生休克 家属也向警方表达感谢之意